大家好 我是好A 今天是小鼠了 北京將發放1億元人民幣的餐飲消費券 台灣小夥如何看待此事呢 那這期的內容來自於北京日報 7月7號也就是今天 中午11點34分發布的 內容提到 發放餐飲消費券相關的工作 正在籌備中 計畫由公家和平台企業出資 那餐飲企業就不出資了 最大限度助力餐飲企業恢復發展 讓我來讀底下網友的評論 截著寫稿這篇文章有2萬次的瀏覽 排名第一的留言是 不打疫苗不讓吃 有98個讚 排名第二個留言是 吃不起 現在魚香肉絲一般飯店都得40幾塊錢 這兩年漲得太貴了 有57個讚 排名第三個留言是 我已經不敢去吃了 時空伴隨隔離已經兩次了 已經有48個讚 底下的內容 大多的留言是屬於一個比較悲觀一點點的 那可能是因為 昨天7月6號下午才說 7月7號北京針對 人群密集場所 需要有疫苗接種的證明 這篇內容 基本上住在北京的小夥伴 平時會用手機的話 或多或少都應該知道了 那當然也引發了一些討論 說一下台灣的消費券好了 從2020年 開始以來 到目前台灣 一共發了兩次的消費券 拿著身份證 你就可以領得到 實質的 券 紙張的 是看得到摸得到的那種 那你如果不要紙的 你覺得嫌麻煩 你可以綁定 在信用卡上面 這是電子的 消費的時候 就能折底了 內容 就是台灣的內容 有提到 台灣的消費券 在實體的店家 攤商 皆可以使用 包括 餐飲 電信 百貨 零售 夜市 婚宴 書店 演唱會 體育賽事 旅遊 文藝業 等等的 是可以 使用的狀態 那這種狀態 是當作現金折底的 是無門檻折底的 大家都知道 在台灣 消費的習慣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台灣現在很落後 菜市場都是得要花現金 等等的 有引發一些討論 那目前在台灣 你如果是去夜市 你打比方你要吃滷味 買雞排 或者是吃任何 一些小吃 大部分 還是使用現金 紙質的現金為主 所以 這種消費券 你如果是拿紙質的 你去任何一個 賣炸雞排的店 或賣奶茶的店 都可以當現金使用 無門檻的 你如果買100塊錢 拿一載100塊錢優惠券 拿100塊錢折底就好了 但是我記得 是沒有發100塊錢的 是發 1000的 3張 500的2張 200的5張 但是我不是在台灣 所以具體我也沒有領到 我也沒優惠到 200塊錢在夜市 兩個人去吃 點兩個牛排 一共是兩三百塊錢 一張消費券 然後你再拿幾個銅板給他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好耶 這邊之前有聽說 在北京這邊 也有優惠券的 發放 主要是電子的 得自己主動去領 或者是跟部分的企業合作 透過線上App 或者是小程序 下單 折底 網路購物 或者是到電消費的時候 使用手機支付 折底 我記得 我在2020年的時候 好像有在北京的星巴克有用過 距離現在也兩年多了 有點忘記了 目前的新聞 只是說 要發 1億元人民幣的 餐飲消費券 如果是 將來會和 線上的平台 類似 消費平台 購物平台 或者是社交平台 等等的合作 那麼可能對不擅長使用 智慧型手機的人 比較不友善一點點 那你如果是說 到電消費 滿200 抵20 人民幣 這種的補貼的話 可能力度來說 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這種蠻 減補貼的優惠 對於經濟壓力 比較大一點的人 來說的話 可能沒有那麼有吸引力 這些道理 關注我的小伙伴們 都很聰明 你們應該都懂 那如果要普及使用的話呢 我這邊 小小的建議呢 可以小額無門檻的折抵 無門檻的意思就是說呢 10塊錢 你拿這個直接抵了 你自己也不用出 類似這種的 你可以有10元無門檻的券 發10張 那也就是發100了 對吧 一次用一張 或者是說 比較大一點的優惠券 滿100 減50的這種券 那可能 會比較有依依一些 本期的內容 沒有要抱怨什麼 僅僅只是 生活 小小的紀錄而已 好A這邊呢 非常期待後續政策的出台 能夠實際的 匯民 這期的視頻 好A就簡單錄製到這邊 你覺得內容還可以的話呢 你可以幫忙點個贊 如果你還想看到我持續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 祝福大家平安順心 祝福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A 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拜拜